一般的健康檢查不是民众主席檢查 就是公司的福利 但是在加吉七算是由政府推動市民免費檢測 经收藏中免費的檢測 扩大到30位以上的青藏連續軍 只要到指定的病醫 就能由專業的醫療團隊進行 完全沉浸的健康檢查核武 加吉市政府委身叫特別豪佑民众 百億十月底進行 來免費檢測的機會 為自己的健康罷關 以後人員請出為健康檢查的民眾合佈 大家拜託等做健康檢查 這是30位以上的加吉市民 每一年都有的願意為健康檢查 除了基本的檢查 依照到年紀不一樣 還有完成一半含感染的檢測 第一次參加檢測的民眾 還有避難檢測 希望可以專門來守候民眾健康 加吉市一百坑年 你病院行進行健康檢測 我都對五月十一合起跑 十幾月底已經有超過一萬五百位的民眾 完成免費的健康檢查 我當中一直持續到十月底 會因二月三十歲以上的加吉市民 親自告、添自告、尋萬利等病院 加吉基督報病院 台中英明病院加吉婚醫 衛生效率沒有加吉病院和輕生病院 頂頂五斤的病院 由專業醫療團隊進行的環境 潜入的健康檢查合不 剛議市政府 衛生局提出民眾在接觸健康檢查 正一枚十二點以後就不要吃東西 只要健康卡和新婚禁 能夠健康病院接受免費的健康檢查 抽血抽完後 病院又會送一份營養的贊助 並且不讓自己在家裡的人 就是朋友做回健康 因為健康這是最大的幸福 世新新聞 東京民王秀山 加吉市蔡宏博都